大家早安 請容許我用國語來進行我的簡報內容 今天其實壓力非常大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知道是一群教授 但是我們想說其實我們是產業界的代表 所以我們是代表企業來做一些 企業在這樣氣候變遷的情況之下 我們特別是變形業 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跟做法 那跟大家利用短短的十五分鐘時間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好 那首先是剛剛呢 對不起 我是台灣大哥大公共技品牌管理處社會責任部 一般在自己介紹的時候人家就會很驚訝說 你們是社會責任部 很少公司有這樣的單位 但是我們這個單位其實是大概十一二年前就已經成立了 所以其實公司在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自己是氣管研究所畢業的 因為我自己是氣管研究所畢業的 企業是以引力為目的 但是引力之外 它一定還有相對的責任和義務 所以很榮幸能夠在這個部門裡面的商業單位裡面做事情 我們在二零一四年底提出了一些公司的一些願景計畫 那在二零 當時呢是一直focus到二零二零年 但是很快的我們在二零一七年就已經搶先達成二零二零年的目標 但是我們並不以此為致滿 不會覺得說我們提早達成了那就躺著坐了或者是怎麼樣的 並沒有 所以我們在二零一七年底的時候 我們又啟動了一個二零一三年新大院的計畫 那就是同時呼應了聯合國在二零三年 永續發展議程裡面的十七項SDGs 我們覺得我們有這個義務帶著全公司一起還認識這十七個永續發展的目標 那在我們的專業領域裡面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然後幫助這個社會環境更好 OK 那 Zeta Connected 大家會想說為什麼我們叫Zeta Connected 那它又包含了哪些元素呢 那Zeta 它是十的二十一字棒 那想像它就是非常非常地快速 因為科技呢 它變化得非常快 那科技可以帶給我們的 像剛剛就是Naki教授講的 就是它可以帶來的改變是很巨乎的改變 那我們就覺得說 以我們要定未來就是從二零二零到二零三零 我們也只改定十幾年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因為以科技發展的快速來講 如果我們要就是預測到更遠 可能相對對一個企業來講是難的 所以我們就就是分了就是 比方說創新然後在創立社會的部分 科技可以怎麼樣幫助 因為我們剛剛也從教授的分享裡面發現到 其實除了環境上面 其他氣候的相關問題 全球的不均 就是比方說雨量的不均 食物的不均等等 其實也都是相對應的問題 還有就是在綠化土機的部分 企業科技它是一刀雙刃 除了帶來我們的便利部分 它其實也帶來很多的耗能 那既然比方說像我們的 IDEC Data Center 它是一個耗能很大的地方 那我們怎麼樣用乾淨的能源 來做這些事情 是企業可以盡得一份心力 那當然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們一個 就是責任企業 還有我們覺得企業 除了自己本身 然後帶動員工之外 我們也可以帶動我們的供應鏈 一起來重視這些問題 才會發揮它更大的影響力 好 那在剛剛那樣子的一個 2030 的營計畫 之下我們就訂定了永續策略的目標 那當然核心 還是我們企業的核心 包括電信 還有網路 還有媒體娛樂 以及電子商務 我們期許我們自己是 一個與時俱進的 永續數位會有的領導者 那我們再結合了一個 超5G 這樣的策略 包括說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掌握我們的 多元的天賦數位轉型 那還有包括我們整合整個集團裡面的能力 那我們希望就是用這個長線思維 發展超5G 的生態系 而且我們堅持愛台灣 愛人類愛地球 朝著大東亞 大中南亞的這個企業邁進 那我們也以6C 的核心為營運的核心 那包括了就是匯流 有雲端 還有企業生為責任 通路整合 覆蓋率以及數位內容等等 然後我們對應到聯合國的7項 SDGs 目標 然後我們鑑別了22項重大性主題 是公司覺得這些是我們以及我們的利害關係人 所重視的 我們創造其他品牌的亮眼加值 來回應我們 八大利害關係人他們關心的相關問題 那剛剛有提到 SDGs 我們覺得不是 CSR 部門的人重視而已 那當然除了高層我們有 CSR Community 我們常常把一些國際的心知心訊 那往上承報或是提案 那除此之外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就是發生到希望從基層 就能做一些相關的了解還有提案的這些部分 所以我們在2017年底的時候 我們就舉辦了兩天的 workshop 就是帶領著全公司各部門代表 就是派人出來 我們一起來了解來掌握說 這個17個 SDGs 然後從他們平常的日常營運裡面 你去思考你去想像 在2030年就是用 Zeta Connected 這樣子的角度去思考說 你的日常工作裡面還有你的目標裡面 怎麼樣可以跟這個 SDGs 做結合 而且不只是學跟想 你還要勇敢的去下目標 在這個 workshop 裡面 很多人他們其實不敢定 KPI 因為一般的人 就是他定了 KPI 還會覺得說 就好像減肥好了 如果我要減肥我就默默的 就是少吃東西多運動 你覺得我就會減下來 但其實如果你把會標喊出來 寫在你的 Facebook 上面 或在 FG 上面 那會有更多的人來盯你 那我們就是抱持著這樣的概念 我們覺得 KPI 就應該要喊出來 所以當時這個 workshop 不只介紹大家 SDGs 或者是一起聚焦 把 Zeta Connected 裡面叫訂定出來 同時我們也讓部門的員工自己定 KPI 那我們定了多少 KPI 那我們來少瞄一下 我們聚焦了十一項的關鍵 SDGs 然後我們發展出五十一項的永續 KPI 那以 2018 年來做減和的話 我們就是幾乎有 90% 達成 那當然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鼓勵大家勇敢的想像 所以不要怕達不成 那所以其實還是真的有一成沒有達成 那當然在當你沒有定目標的時候 可能你就很難走到這九成 你可能有五成都不到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很正面的看待這些事情 那這些包括了就是 在氯化足跡的部分 還有就是 以氯化足跡來講 我們承諾就是在再生能源 裝置總容量要達 180 KW 然後它是有個進程的 到 2030 年要達 60 KW 的 那還有就是低碳足跡 那我們制定 SBD 然後而且提交給 SBTI 審查 然後我們已經在今年的 6 月份 就通過了這個非常難 我們是臺灣第一家的電信業通過 也是亞洲第二家 然後我們就是直接承諾 我們在 2030 年的時候 Scope 1 跟 Scope 2 要減 30 趴 那 Scope 3 就是範疇 3 我們要減 15 趴 那是非常非常 對我們來講 我們可能從 從訂定目標的那個當下 我們就要做很多的預測 還有提點一些預算 來做相關的作為 才有可能達到 但是這對企業來講 這就是一個 我們覺得這是我們的責任 跟我們該做的一些承諾 那這邊是體驗未來 還有創意社會 就是可以很快的 來瀏覽一下我們的 51 項 同仁自己訂出來的 KPI 包括募款的活動啊 就是服務的可負擔性等等 還有就是友善工作環境 以及人權與正義 那最後呢 我分享一個小小的案例是 我們在綠色能源 結合公益的部分 我們結合了八大離海關係人的一個作為 他雖然是很小的案子 但他背後的意義其實很大 因為時間的關係 影片可能來不及播放 我就直接往下走 你幫我按一下先 好 這個案子呢 就是 它是 Green Power for Charity 我們中文的命名 我們叫種福田 因為我們覺得 種福田 就是當你要做善事的時候 種福田 種福田 那他快那不能跟綠田來做結合 就是 我們就是號召了大概二十幾家的這個 供應商一起來響應 然後我們就是 找這個社企 就是陽光古特家 一起來做 然後我們的標定呢 就是我們要幫一個工藝團體 蓋太陽能板 他們只要有自由的屋領 他們就可以參與這樣子的專案 那 幫他們蓋了太陽能板 他們這個 這未來二十年 他發的電呢 就可以再回饋到這個 NPO 他的營運裡面 那 消費者怎麼參與呢 他可以直接捐款 或者是說 他 就是 如果結合我們的話 就是只要他在我們這邊消費 買這些品牌的手機的時候 我們相對於就會有一定的金額 捐入這樣子的 那個基金裡面 然後再幫這個工藝團體 來太陽能板 在物理的太陽能板 你知道 然後這裡面呢 這邊看到的是我們的 就是工藝的合作夥伴 2017年呢 我們是在屏東的附會大同志家 2018年 我們是在這個桃園的珍善美 我們都幫他們就是 從群眾募資來蓋太陽能板 那很多人會質疑說 你們這麼大的企業 為什麼還要做群眾募資 那特別要提出來就是說 其實要捐我們也可以便列 預算直接捐 但是我們覺得 在這個案子裡面 對得規的其實是 把這個概念 包括綠能 包括工藝 這樣子的概念 一塊錢 一塊錢的 從每一個人去理解這個專案 理解這個工藝團體 理解綠色能源的重要性 一步一步累積起來 一步腳印來得更重要 那這邊看到就是 他其實會因的 E3710的SDGs 就一個專案 而且可以回應到 我們的八大利害關係人 好 然後我們除了 我們也還有一些團體的響應 包括說 他們也覺得 跑步可以響應捐款 或者是說 看我們的 就是買Video 平台上面的一部頁 就幫他捐五塊十塊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然後也有很多的就是三位的名人也幫忙做這樣子 剛剛提到的倡議的概念的推廣這樣 好 然後除了當期的案子之外 我們也跟Jesse這樣的單位 做了一個 2030元引進 就是 應替永續未來這樣的一個報告 那在裡面呢 因為也是 比方說 空污很嚴重的 迈爾 還有就是 激戰的智慧電表的這些部分 也獲得了相當的肯定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報導 謝謝大家